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第四集的Minecraft生存教学 这个集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稳定的食物来源 所以呢,我们以后呢,就不用靠来杀鸡杀羊这样 来维持你自己的生命 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呢,是有这个东西 那么它就是小麦种子 小麦种子它是如何得到的呢 大家就请看这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草 然后呢,你把草打掉之后呢,就会随机出现小麦种子 然后出现的机率就很高 所以,最好打草的地方就是在平原之类的地方 你看现在我打这么多草,它才落11个小麦种子 所以呢,如果真想要种很多很多的话 可能是需要打一段时间的 好,我先把我这些东西都放进去 OK,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开始打草喽 它需要一段时间的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会暂停一下 好了,那么现在我就打了的确很多 你看家王狗这些片草都被打光了 这还有一个 好,那么现在快晚上了 我就先进去睡个觉 好,好了,那么现在吃点羊肉鲜 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做这个 栅树树和树树门 然后就把这块土地圈起来 就是说,以免晚上呢,受到那些怪物攻击 因为大家知道那些耕地嘛 再上面跳一下它就会变成正常的土地 然后在上边,上边种的那些东西都会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先做些木棍 木棍之前我已经教过了是这样做 那么栏杆就是中间两格摆木棍 然后旁边这四格摆任何木板 当然了任何的木板它也会出不同的栅栏栏杆 不同的栅栏就是说不同颜色的栅栏 那么当然了这个就不能混用了 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出 那么我认为项目是最好看的 所以我喜欢做项目的栏杆 那么栏杆呢摆进来就是这样的 它是需要用斧头来打败 打下来 那我就需要多做几个喽 好那么现在我已经做了30个栏杆 当然木头也剩了不多了 我这里我这家没有木头了 好了那么下一个东西呢 我就会教大家做栏杆门 那么栏杆门呢也是分不同颜色的 就是说看你放什么木材上去 当然木板呢这回其实就是把它调过来 我们先做些木棍 然后这回其实就是把栏杆的栏杆的这个合成调过来 就是说木板放中间 然后木棍放旁边 就会得到一个栏杆门 OK接下来呢我会来教大家做 既然没有木头 我先去砍树先 砍树砍树 OK那么现在我又砍了不少的木头 然后还得到一个树苗 哦有苹果 好了那么现在呢就来教大家做 我至今还不知道那个怎么念哦 这个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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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不好 我啥文都不好 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些木板先 好 做木棍 然后我这里就用原石了 然后是在第一和第二个量 啊 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合成的 合成的这样摆的东西呢 和合成之后的东西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忘了怎么合成的话 你就想想这个是什么形状的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想到哦原来是这样合成 啊 如果合成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一个成就就是耕种时间到 哦 好了接下来呢 小麦它任何植物生长它都需要水的 水呢 我们运水就是需要桶 那么桶呢就是需要三块铁 三块铁 就是 这样放 你会得到一个桶 然后用这个桶呢来去点击任何的水 就是说不是左击是右击 右击任何的水源呢 就是不是流动的水源 是固态水源 就就像这样 你就会得到水桶 你再右击它就会放下去 然后在陆地上放下去也可以的 水源呢 其实你可以做成无限水源 那么 无限水源就是你要先挖一个 二乘二的格 我在右上角放一盆水 然后在左下角再放 OK 这下你就有无限水源咯 哎呀 哎呀 好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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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地无限 等下等下 好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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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我们呢 就开始去种小麦吧 小麦呢 我建议大家找一个好一点的空地 这这栋太多了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先找一个中心位置 把这盆水给放下去 玩一个空 放水 然后现在呢 你才发现它会变颜色 变色变成深色呢 你看跟这个相比 它变成深色的话 就说明它有水 然后这个小麦就可以种上去 然后它还会长得快一点 如果这样呢 它就长得会慢 当然如果它也需要光源 如果在洞穴里种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火把就是 亮度是零 没有的亮度的话呢 它是会自动崩出来的 然后我的习惯呢 其实就是 先把这个盆水给盖住 这样盖住 然后你做小麦 就是说收小麦的时候 你就不会掉到水里 然后翘起来的话 你这个耕地可能会破坏掉 好 那么我的习惯呢 其实就是 先往四个方面 四四个面挖 比如说 这里就是一二三四 五 那么五格呢 其实是水的最大限度 就是说 一格水只能渗透到第五格这里 那么再往上渗透呢 它就会变回 草 但是呢 这里我不想用五格 因为你最开始的话 你用五格当然了收获很多很多 但是你到最后的话呢 就已经是装不完的了 所以这期我都喜欢是用四格 这样 那么四个面挖完了 就在外围也挖 然后就把他们 互相连起来 哦 太阳要落山了 马上马上 快快快快快 你看现在有的工地 已经开始变得有水了 先睡个觉先 哎 好嘞 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 这也为什么有个蝙蝠在这里呢 好的 接下来呢 就是把 用围栏把它围起来 围栏单个围栏是这种样子 然后双围栏呢 它们就会自动连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 叫僵尸的声音 要把它连起来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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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栏帽子不够的感觉哈 那我再去造一点好了 哈哈 其实呢你随身带一个工作台也是蛮不错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就临时先造个工作台 这样就不用每次都回家造咯 回家吗 回洞穴造 多造点木棍先 啊 这回肯定够了 那么就要看你的出口在哪里咯 出口啊 出口把它放到这里 正中间 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的话再改 哦 正好 好 那么这个口呢 就把刚刚咱们合成的栅栏门 它也会自动连接 那么就是点击右键它会开 再点击一下就会关 好的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小麦种子 点击对这个耕地点击右键 一直点击对这个点 它就会自己种上去 然后它就会慢慢长 当然咯 它长的时间是漫长的 所以呢 没有所以啊 我现在不够啊 所以就要等它第一轮收获的时候 再来放上去 好的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找干枕 干枕呢 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资源 因为它是可以合成纸 那么纸呢可以合成书 这样对凤魔台就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咯它可以合成糖 糖呢 其实就是 糖其实没啥大作用 它就是以后我们驯马 它会有作用 还有可以合成蛋糕 当然咯关于蛋糕也有个成就 不过干枕呢 不过干枕呢 就是在 河边 海边 都可以找到 甚至是 一个小活的旁边 它都能找到干枕 我记得我前几天在 在哪里看到 看到干枕 所以有时候干枕它还是蛮难远 蛮难发现的 但是干枕它最大出现的几率就是在沼泽 因为沼泽里它的水多陆地也是在水之中 所以呢 它出现干枕的几率是比较大一些的 噢 那么干枕呢 它最高是能长成三格 那么你就对它点击左键 那么就是最低那格 它就会全部 就全掉起来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去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回来了 我们一共收获到了六节干枕 干枕呢 它种的方式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它只能种在水边嘛 如果你就这样种在陆地上呢 它是种不下去的 当然你要种在水边的话 我们就给它独自开辟一个农场 我就在它的旁边吧 首先呢 那我们要开一条沟 一格深就可以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一格深里边放上水 然后放上水之后呢 干着呢 对草地 就说对当前的地 但是只要是草 泥或者沙子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是石头上就不能放了 然后就拿着这个干枕往地上一扁 它就会种上去了 然后它就会自己慢慢往上涨 当然了它最高是可以涨三格嘛 所以就等着它涨 时间啊 时间非常重要 好了那么这一集呢 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下一集 我就会在小麦 长成之后 来给大家 做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 如何繁殖动物 然后如何养 这些被动性生物 比如说羊啊 鸡鸭之类的东西 好了那么我们下集再见吧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拜拜